议员蔡淑君一直以来相当积极的向市府 争取林口国民运动中心的新建 在众所期待之下 11月30号的时候终于正式的启用营运 那么这座国民运动中心 除了这个基本的运动设备之外 同时还设置了地方发展的特色运动项目 设计 同时这个全馆的设施 一直到这个12月13号的这个开馆期间 都是免费体验 欢迎民众多加利用 新北市议员蔡淑君积极向市府 争取林口国民运动中心新建 11月30号在众所期盼下启用营运 市长侯友宜特别化身金牌特务 体验该中心最具特色空气枪射击场 同时邀请民众一起来运动 全馆设施11月30号到12月13号 每日上午8点到晚上8点免费体验 经过我们当地的蔡时金预言不断的努力的争取 也谢谢我们所有的市议员 不管是民意议员的支持 还有谢谢所有林口所有乡亲非常喜好运动 所以这么多年来林口所期盼的国民运动中心 总算在今天落成了 这是新北市的第14座的国民运动中心 这个国民运动中心从102年开始推 到108年完成 讲一句实在话 我们都没有15万人 但是市长听到我们林口人爱运动的声音 看到每一个活动场次 没有这么多人 然后再给大家做见证跟支持 市长侯友宜表示 第14座林口国民运动中心启用 将服务更多的运动人口 除了原有规划的运动中心 还有进阶版运动中心2.0的新北运动据点 规划4年至少16处 将提供更多运动新服务 满足市民多元运动需求 让运动融入日常生活 建设非常高兴可以一起来建设我们林口国民运动中心的成立 那在这边呢 真的要非常难解我们在地的议员 我们的国居阿姨 一直以来非常关心我们地方上面的建设 所以今天 这座林口军动中心 国民运动中心能够成立 真的要最大工程就是要感谢我们的国居议员 里面的设备非常的新颖 尤其在一管一特色 这里特别以林口最擅长的空气手枪的射击为管的特色 能够照顾我们身心障碍者 更能够让我们的射击项目的比赛 能够要上国际舞台 新北市国民运动中心一管一特色 林口运动中心特别设置该区发展的特色运动项目射击 尤其林口高中的射击队培养出许多优秀选手 场馆布置上也特别结合选手在运动场上的英姿 金牌国手郭冠廷与林颖新城的射击场的看板人物 不仅强化射击运动的特色 也为新北之光的选手喝彩 以上新闻记者胡宇轩在林口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